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 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 以下的话是关于埃及 论到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 这军队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四年 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在靠近又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击败 要准备好大小的盾牌踏上战场 要装备马匹 骑上战马 站好岗位 戴上头盔 模块枪矛 穿上铁甲 但为什么我看见他们惊慌 转身退后呢 他们的勇士被击败了 他们急速奔逃 不敢回转 思维都是惊慌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快跑的跑不掉 勇士也不能逃脱 他们在北方 在右发拉底河边 都半叠扑倒 那向尼罗河上涨 向江河的水翻腾的是谁呢? 埃及向尼罗河上涨 向江河的水翻腾 他说 我要上涨掩盖大地 我要毁灭城镇和城里的居民 马匹啊 上前吧 战车啊 狂奔吧 勇士啊 就是紧握盾牌的古食人和福人 以及拉宫的吕迪亚人啊 上阵吧 那是主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 是报仇的日子 他要向自己的敌人报仇 刀剑必吞噬 饱餐他们的肉 碰饮他们的血 因为在北方 靠近右发拉底河之地 主万军之耶和华要屠宰敌人 像杀寄生一样 埃及的人民啊 上激烈去取乳香吧 你虽多用药物都是无效 你必不得医治 列国听见你的羞耻 大地满了你的爱好 因为勇士和勇士相碰 双方一同扑倒 以下是耶和华对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 轮到巴比龙王尼布贾尼撒 要来攻打埃及地 你们要在埃及传扬 在密夺宣告 在挪福和达比尼宣扬说 要站好岗位 做好准备 因为刀剑要吞灭你周围的人 你的壮士为什么俯伏 他们站立不住 是因耶和华把他们推倒了 他使众人半叠倒在一起 他们说 起来 我们要回到我们本族 和我们出生之地那里去 躲避欺压者的刀剑 他们在那里喊叫 埃及王法老不过是喧哗的声音 他已失去机会 名叫万钧之耶和华的王宣告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必有一位要来 向群山中的塔伯山 像海边的加密山一样 住在埃及的人民呢 要为自己预备贝鲁时所需的器物 因为挪福必成为荒场 必被烧毁 无人居住 埃及是一头肥美的母牛 但北方的牛虫已经来到他身上 他中间的雇佣兵 像棚里的肥牛犊 他们一同转身逃跑 没有一个站立得住 因为他们遭灾的日子 受惩罚的时候 已经临到他们身上 他逃走的声音像蛇形的响声 因为敌人要成对而来 向砍伐树木的 拿着斧子前来攻击他 他们要砍伐他的森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的森林虽然茂密难以通过 但敌人比蝗虫还多 无法数算 埃及的人民必蒙羞受入 必交在北方的民族的手中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看哪 我必惩罚挪的亚门神 法老和那些倚靠法老的人 我必把他们交在那些 寻所他们性命的人的手里 就是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和他的臣仆的手中 但以后 埃及必再有人居住 像从前一样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至于你 我的仆人雅各啊 你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你不要惊慌 因为我必从远方拯救你回来 从贝鲁之地 必拯救你的后裔 脱离他们贝鲁之地 雅各必归回 得享平静安逸 没有人可以使他害怕 我的仆人雅各啊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要消灭我赶逐你去的列国 却必不消灭你 我要按公正惩治你 绝不能免你受罚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就是没有人在 那就是没有人在